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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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爱出门了 这是你应有的权利 低后就应该这样习惯就好了 何况这也代表着你的威严 四海八荒 你可以随便行走 无人敢动你 可是他们这样 我看着便呢 你就免了好不好 九儿免了倒是可以 但是我要奖励 白凤九听懂了东华的意思 亲了东华的脸颊 可以了吗 可以了 传我旨意 以后天公上上下下见到低后不必行 三拜九寇之礼了 但是低后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照样要下跪 帝君 九儿威严 好吧 适应适应就习惯了 嗯 这才乖嘛 还不快去传旨 是帝君 帝宁走出去后 平常怎么没听九儿叫我夫君 说吧 这回又有什么事求威夫给你办 没什么 就是想去看看姑姑 你能不能把阵仗放小一点 怕什么 将来他就是天后天后的阵仗还是要有的 将来他也会习惯的 可是我怕吓着姑姑 放心吧 白浅上神不是那么容易吓到的人 好吧 这次去要多少人陪你 找你原先的安排吧 我这就让他们准备 一时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帝后白凤九要降临喜蜈蚣 大家都起了一个大早喜蜈蚣 被他们围得水泄不通 就想一睹一下帝后的尊荣 这一大早喜蜈蚣 有什么喜事吗 瞧瞧这帮神仙把这里的路围着水泄不通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青秋凤九小殿下哦不 现在应该叫凤九帝后要清零喜蜈蚣 大家都想看看帝后的容颜 所以一大早就堵在这了 我进都进不去 何况是你 怪不得如此大的阵仗 成与人君 你看到的还是一小部分的阵仗 尴尬的你还没看见 昨天帝君下令免了众神仙的三代九寇之礼 这还是因为凤九小弟后求情了 要是不求情还得继续 你说什么三代九寇之礼 这三代九寇之礼 就只有天君和帝君才能有的礼数 现在凤九都有了 看来帝君要开花了呀 我看都马上要结果了 一会而来的时候 你们就看吧 这阵仗我敢达得你们谁都没见过 也是咱们小凤九啊 可是东华帝君放在心尖尖上 疼的人 这点阵仗算得了什么 子言有理 帝君 我去了啊 又不用我陪你 不用了 去我姑姑那能有什么危险 何况还有几千个护卫呢 好吧 早些回来 本君等着吃子书饼 凤九听到子书饼三个字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起来 帝君从背后抱住凤九 顺势的偷了一个香吻 早些回来 别让我久等了 凤九再去看白浅的路上 那真让犹如排山倒海一般 城市跟随的是位侍从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想得再浮夸一点 很快就到了 喜无功 远处的四命连宋成玉看着这样大的阵仗 着实是镇静了 就连白浅上神大婚都没有这种的阵仗啊 再看看旁边挤着看低后尊容的神仙们的动作 简直是让他们惊掉了下巴 只见推给的人群 立刻让出一条宽大的路 让金兰轿子过去 而且立刻排成两排拱手喊到宫营地后先驾 那一声宫营地后响彻云霄 那人的声音威严不可侵犯 简直是惊到了旁边的三人 再看看凤九下轿子时的动作 旁边的宫女立刻掩几手快地把手拿给凤九扶着 稳稳地下了轿子 又看着凤九稳稳地走进了喜无功正殿 凤九走了这一路没人敢抬头 不敢抬头 不只是因为帝君的缘故 而是因为对帝后的一种尊敬 众神仙又给凤九行了三败九寇之礼 凤九下了轿子以后 用一种威严不可侵犯的语气 跟众神仙说道 众神家不必如此距离免礼吧 泄地后 小九这阵仗可真够大的 三败九寇之礼 可不是谁能受得起的 就连当今的天君都受不起 看来东华对咱们小九可真是上了心了 可不是吗 我可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小九来了 还摆了这么大的阵仗 看来帝君对你不错 姑姑 你就放心吧 他对我一向很好 那就好 信无说吧 都散了吧 别看了 该看的热闹已经看完了 该回去各四期指了 市地后 小九 你可以呀 这么多人让你训斥的连一句话都不敢说 姑姑 你又嘲笑我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白凤九去白浅那位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帝君很生气 帝君 我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 跟姑姑都聊了两句 你忘记你答应过我什么了 我没有忘 只是跟姑姑聊天 忘记了时间而已 就这一次 下不为例 那夫人答应为夫的紫书饼呢 我答应你了吗 你答应了 夫人想反悔吗 能不能改天 你觉得可能吗 答应为夫的事情就要做到 不能反悔 否则你将面临更严重的惩罚 严重的惩罚是 比如说 小狐狸 你觉得能跑得掉吗 改天 今天不舒服 这可又不得你了 东华把凤九扑倒 进行了一系列的动作之后 自信补脑了 怎么了 跪地上去 为什么 明知故问 跪着还是不跪 不跪着也可以 三个月睡书房 我去跪还不行 千万别让我睡书房 去把东西搬到书房里去 从今天开始 帝君睡书房 是女君 奴婢到底听谁的呀 听我的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